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这有两个小题 玄奘大师他回大堂后 译了很多的经论 请问这些经论的译出 对佛法的弘扬 或后人修学佛法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第二题是 在印度的时候 玄奘大师曾经 著作过至二见论 断了大小圣学者的二见 大师他本来就是 弘扬大圣佛法的 对维世学很通透 那在大师所翻译的 那么多经论里面 有很多是维世相关的经论 应该都很深 很不容易阅读理解 请问其中有没有哪一部 对维世的修学是必读的宝典 原因是什么 请两位老师说明 玄奘大师自从回到 回到长安之后 其实他对各个佛教派系的典籍 做了有目的 有计划性的翻译了一大堆的经典 那他翻译经典的时期 其实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维世时期 以瑜伽斯理论当作代表 第二个时期是阿比达摩为主 然后以俱色论为代表 那第三个时期是波尔系 以大波尔经为主 那这三圣菩提的经典 一出来以后 其实把修学佛法的次第 已经建构了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甚至于对物后起修 大圣菩提物后起修 也定出了很明确的方向 所以在这十几年当中 玄奘大师溢出这样的经典 十几年当中慢慢流传到南方来以后 最后深深影响了当时禅宗 有了这样的政务标的的经典依据 所以影响了慧能大师 六祖慧能大师 他坐下才有四十三人能够政务 禅宗也因此一花开五页 结果自然成的丰功伟业 这个都是因为玄奘大师 把这样的经典翻译出来 才深深影响国内 尤其是禅宗 圣信于天下 这主要的一个功德 那在这整个经论 以玄奘大师所著作的 成为世论 因为他柔异了十大论诗 读解世青菩萨的 为世三十颂 而且在每一段里面 都有评断 优劣正额之间的一个评断 然后把错误的这些论诗 以有意放在最前面 譬如安慧 那比用最正确的那个论点 譬如这个 这个复法 复法大事 然后又加上自己 抉择会的观点 把它融入到最后一段 有意的里面 如果想对 为世系列 想要有所欺辱的话 那也建议各位朋友 应该对玄奘大师所著作的 成为世论 来阅读会比较好 可是成为世论 依我们现在人来阅读 真的是很难弃入 因为那些都是文言文 不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语体 所以在这边也报告 各位朋友一个好消息 因为平时老师 现在正以现代人 所了解的语体 正在注解 成为世论 那未来等 说法完毕之后 就会慢慢 一本一本来贩售 那也敬请各位朋友 好好期待 未来成为世论 世的一个贩售 那我们就好好来收藏阅读 对这个为世系列 尤其是第三转法轮 为世系列 就可以慢慢深入去体验 以上报告 谢谢大家 大家都常常听过一句话 佛经是拿来印证用的 有没有听过 有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佛经 都是武功秘籍 都是佛陀跟他的徒弟 两个人在连武功 在那里面问来问去 心度报告 他不是讲理论的 那我们根据佛经 可以拿来印证 就拿来现观 那佛陀呢 他有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小圣 中圣 大圣 就是比如小圣之后呢 就有泼着 泼着之后才为世 好 那你就分三个部分 那唐玄壮传的为世 是哪一个部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 他是大学研究所的程度 看不懂正常 看懂就是误会异常 那泼着是什么 泼着就是总相 北相 为世是总字 就是车子 你看到一部车子 那个外壳这样叫总相 那为世就总字 总字就总字 总字就功能差别 你要了解 那个轮子要干什么 方向子要干什么 这个冷气在干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更难 更难啊 你要随会制造车子 所以呢 这个最难的东西 你看看不懂正常 但是呢 这个移入耳根 勇为道种 像今天大家来听啊 有的听不懂 没关系啊 以后你就种下 这个大圣的种子 迟早有一天会等到他 对不对 那你平常呢 这个小圣中圣大圣 你还是要次第修啊 这一定会三五六啊 你说啊 我没有 我直接来修三种 好啊 参参可以啊 你要不要补修水分 要 你基础不可以 像这样去大学 我没有 我小学中学不读嘛 对不对 初中高中不读 我直接是读大学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先修班啊 有没有以前早期都有先修班嘛 外国留学生来 你就先修班嘛 你等到那个程度够了 你才开始进入大学 比如我们这边啊 到外国去留学啊 修硕士啊 但是有些水分不够 要不要补修 一定要啊 所以破餐呢 你要有基础 一定要借定会一步一步来 就是卡布 乔斋 不然你就说 经三层你不爱 直接去第四层 第四层 这个不行 你说 有没有人呢 很快就破餐 有啊 他福德特别大 不得不让他破餐嘛 对不对 那过期阴眼 破餐之后呢 你知道总相有什么用 你用不起来啊 观察不起来啊 心里顺不 脚跟不着地 那你还是要回来修 这定会还是一步步 然后这定会里面的 如果跟大家再重复一次 请问这定会 会的话分 小圣中圣大圣 那小圣中圣大圣 小谁中谁大谁 那这定呢 定是什么 幼稚园 那定是幼稚园 就禅定啊 那这呢 是托儿手的 所以你要到国小 进入国小 才真正进入随法 那个智慧 剥折度 所以你持戒再好 你等多到哪里 五戒 得人参 十戒 十善 到欲戒天 你要上 色戒天 你非得禅定不可啊 你持戒 你再修了一百个戒 也上不去啊 因为那个功能不一样嘛 这个让大家知道说 借定会的借定 这样的话 大家就知道 你修水佛法怎么修 那你破棺之后 好 即使平心之后 你还是要修二十五品心啊 小圣的四生地 还是要再重修一遍 那你如果先修小圣四生地 你误后再修这个二十五品心 是不是很容易 对啊 这本来就是这样 水佛法功不堂奸啊 没行就是没行 你还是要补修 所以大家 如果是最圆满的 佛法的经论里面 最完善的是哪一部 就是玄壮菩萨要去 西方取经的那一部嘛 于学师弟论 于学师弟论 把佛陀讲经师九年的 全部融收 然后分门别类 对不对 神文帝也讲啊 菩萨帝也讲啊 元节第一节也讲啊 文思修 文守神会 师守全会 修守 都有 整个架构通通有 但是那个部头很大 读起来很辛苦 辛苦没关系嘛 读不懂才正常嘛 读不懂才正常啊 读不懂最起码我们知道 不懂在哪里啊 再去找相关的来看啊 对不对 你像婆着读啊 心经 大家讨得很松懷嘛 对不对 读起来哇 什么都不懂不懂 不懂不懂就 在读 不知道啊 佛陀讲经 佛弟子在问他问题 佛陀已经直接 把答案告诉他 所以所有的经典呢 第一段就是答案 你第一段看不懂 你后面 所谓知道通通不知道 然后呢 不懂 佛陀在解释 再不懂再解释 再不懂再解释 后面越解释越清楚 心经 第一段啊 观之在菩萨 行声 拍这些波落 照见文 结公 度一切苦恶 你罵不 不罵你后边那些都不罵 真的啦 精华就在这边啊 金刚 金 打都知道啊 第一段 最重要啊 大家都知道哦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哦 第一段 他一直在说什么 你后面 看的 你第一段不懂 后面通通不懂 通通是误会异常 就是这样啊 我以前自己 耳朵耳朵得很臭皮 我很厉害你知道吗 看到禄座你知道吗 好奇尊心 本无生命 对吗 对啊 很简单啊 用声音就会嘛 好奇尊心 本自清清 对啊 是不是 清清啊 好奇尊心本无动摇啊 对啊 为什么对啊 用空嘛 对不对 到我那一句就诗了 好奇尊心 灵性万怀 你试试我看看 靠的手都冷去 知道自己 搞错了 我随活是这样呢 这样才来正学教育基金会这边呢 一吨吨的二十几年呢 永无出奇 为什么 不能笔业啊 成活才会毕业嘛 对不对 真的看不懂得太多 我是老实人 我三十五岁就退休了 我三十五岁就退休了 吃肉应 刚才都在买这个啦 不肯就不肯啊 真的啦 我想我能够多现观欲世 你用功 佛补扫就会加持让你懂 你不用功 你在那边怎么用功 自己自认的用功 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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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心性很重要 那如果想要知道整个系统 你去 你去 你去上网去看一下 余学师弟 你看那个大纲就好 看得到你的头脑脑啊 但是他那个呢 从我们开始 随 从 戒 定 会 一步一步讲 乃到出地 第三菩萨他都讲 整个架构都跟你讲 随佛法一定要架构 架构就等于是地图 你有地图你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啊 你才不会厌去啊 我随这个随的 我是要走回去 对不对 所以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推荐一下 余学师弟论 玄传菩萨去 取回来的就是这一步 他要去他就想要取这一步 这个也是天族佛法的精髓啦 以上报告 所以我们刚刚的题目是说 为什么 溢出这些经典 就是溢出这些经典 对佛法有什么影响 跟修学有什么影响 其实 从刚刚那个 两位老师讲的 已经可以看出来说 因为经典的溢出 对我们佛法弘扬是很重要 才会有 北方 玄奘大师他取经回来 又溢出经典之后 南方的禅宗就可以 在十多年后 可以很稳定的传 所谓的一花开五叶 广传 所以正确的经典 对我们佛法的修行 以及弘扬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刚两位老师分别建议的是 于潔师弟论跟陈文士论 那于潔师弟论 我们知道说是 弥勒菩萨所开示的 他把的内容非常的广 可以说是从因地到佛地 都包含了 那个修学内容 那也是 玄奘大师回大堂后 第一期易经的守护论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也是大师他 预计要西行取经 其实他一直想要 取回的一部经典 所以由此可见说 于潔师弟论 对我们佛法的修行 是真的非常重要 那另外 陈文士论 我们都知道 他是所谓的柔意 十大论师的论著所写成的 可是我一直在想说 能够柔意出他们的论点 然后又可以指出说 谁的有意是错的 谁的有意是正确的 那表示说 玄奘大师他的程度 一定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才能够做出这样子正确的评论 不然根本写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 陈文士论也是很重要的一部论 所以我赞成两位老师 也是这样子跟大家推荐 可是实际上这两部论 如果要自己读很难很不容易 尤其是陈文士论 正确的跟错误的包含在一起 如果说没有导师 没有平时导师 这几年他不断的在说 你们在看的时候 尤其是陈文士论 第一个有意是错的 第二个有意是错的 最后一个才是正确的 那这样子 可是说真的 我们自己去看 还是看不懂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 对陈文士论或语权师论 要做深入的讯息跟研究 不是研究 不能说研究 深入的讯息跟了解的话 还是要跟真实 具有道种制的师父修学 会比较稳妥 不然很容易理解错误 里面所说的法义 如果又断章取义 随便取义断出来 那就很糟糕很麻烦 所以刚刚那个俊赵老师有讲说 因为我知道 我们知道 平时老师他已经写好了一套 那个陈文士论识 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以后可以购买回家 去阅读 在家里阅读讯 那所以说以后 等到这部论出版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 跟我们一起来 共同讯息修学这套 陈文士论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